我刚刚已经问过酒店前台了 确定他就在这里入桌 而且我手机也定位了 我往来扭拒在这个房间里面 咱们赶紧进去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昨天我给小朋友买的兔子竟然跑了 要不是他钻进玉米地里面 我肯定能抓住他 晚安了我不管 你赶紧把兔子给我找到 如果找不到我就回老家 哎 别呀 如果你回家了 谁陪我一起给兄弟们拍视频呀 还拍什么呀 你看这几天发的那视频 聊聊无几的点赞 他们都忙着写作业呢 没空看你的视频呀 我看要不然你还是停一段时间吧 不行 只要我一直坚持下去的话 等他们有时间了 肯定会一条一条的看 这样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找兔子 你在家等等我 兄弟们 兔子就是跑进这一片玉米地里的 咱们赶紧进去找找看 能不能找到 我都服了 这一片玉米地 我全部都找了一遍 可是就是不见他终于 难道他长翅膀 飞了吗 哎 兄弟们 这条沟里面好像有动静 过去 这不是丢的那只兔子吗 他竟然尝到了这里呀 这下 我看你怎么跑 哈哈 兄弟们 走 赶紧回去去找小朋友 小朋友我回来了 哎 人呐 兄弟们 这里有一张纸条 我先把兔子放在笼子里面 咱们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王小乐 我回家了 你也别找我 兔子你就自己留着吧 咱们分开一段时间 对大家都好 可恶 他竟然走了 不行 我得去找他 爷爷 兔子我就先放在这里 你先帮我养着 小朋友 他可能坐火车回家了 我必须得赶紧把他找回来 没问题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出发去火车站 兄弟们 我现在已经来到火车站了 不过我刚刚查了一下 到他家的车票 只有晚上的 所以说他现在应该没有上火车 应该在附近的酒店 哪里休息呢 咱们赶紧去找一下吧 离火车站最近的酒店就是这个了 咱们赶紧进去问问 经过和酒店前台详细的询问后 发现他确实在这个酒店里面居住 我刚刚已经问过酒店前台了 确定他就在这里入住 而且我手机也定位了 我往连扭曲在这个房间里面 咱们赶紧进去吧 小朋友 哎 怎么没有人呀 难道他不在这里吗 不过这个鞋不就是他临走时穿的吗 不过是大梦一场空 不过是孤影要进行 不过是白剧之过 一场梦 梦里有一些相逢